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未开封的啊 07年出道的第一张这个EP嘛 《如果可以爱你》 再看到它是满满的这种回忆啊 以前的这种比赛的舞台啊 或者是演唱过的歌曲啊 看到的时候当然是会嘴角扬起啊 也都会回忆这种美好的瞬间 那时候更多的是我还没有服输 我想要奋力一搏 重新的让大家看到我没有放弃 第一次正式开拍时 我在镜头前站了三十分钟 灯光师在不断调整灯光 摄影在调整机位 想找个更好的角度 看到眼前这一幕 这些忙碌的人和这个忙碌的画面 那一刻我忽然感受到了 一种久违的幸福感 原来片场一直在我脑海里 从未消失 其实从偶像转型到演员 最大的契机是在于 你自己是否愿意 将你自己全盘拖出 去交给角色 在刚出道那几年吧 可能更多给我的这种感受是在于说 我们都是在为了完成而完成 然后到了后面不断地去学习 慢慢慢慢形成一个演员的 叫哪个认知 《那年花开》和《大明风华》 这两部戏是对于我来说 相对比较脱胎换骨式的这种表演吧 在接到《那年花开》《月中园》 杜明里这个角色 是我刚开始了解到 学习到如何去塑造一个人物 跟导演一开始聊这个角色的想法的时候 我说那这个人物 他能不能够有票友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我们就一拍即合了 儿童故情缠炮 这一波是醒来的桥 天珠黄中成功老 它是会刻在这个记忆里面的 然后到了《大明风华》这个阶段呢 可能那个阶段是自己 都有点磨正的这种阶段 我刚刚还以为你爹附体的呢 他能骗得过老头 骗我还难吗 会觉得 是一种 我新的一个阶段的开始 对 想要跨入真正的这个演员这个行列里面 你需要去放下你很多这种包袱 你需要毫无保留的 将你自己去托付于那个角色 现在可能我的最大变化是在片场 我的底气相对来说发生了一些改变吧 心里面会越来越自信了 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 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一个目标吧 他没有一个最高点 他是一直一直 需要你去攻克的 需要你去学习的 十年后的自己如果能够看到 我想说 依旧少年心气 依旧真诚真实 希望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影帝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